马英九寻求连任成功 未来的四年 台湾人民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那么面对败选之后 但是在国会立委席次有所增长 这是在蔡英文方面 她会真的接受未留继续留下来吗 好不容易所凝聚的小英旋风 所带起的社会力量会就此溃散吗 还是应该要乘胜追击 在过检讨之后 让所有的支持者眼泪擦肝赶快站起来 我们来看看本土势力当中 李登辉在决战之夜 所登高依乎所缓解势力 未来还有多大的影响力吗 我们继续来看看当时的现场 国富裕 现状 以及全国的 亲爱乡亲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这段日子 以来我一直想要来 出来给大家讨厌 为了我们台湾的建筑打拼 但是身体实在不太好 不过 看到我们的国家 体没得够 现在这个体 就算我在出来休眷了 就算我在出来休眷了 但是我的心 实在说 没法度休眷了 今天啊 不管他们啊 怎样让我把我放下 叫我呢 说我身体啊 倒不掉 但是我 一定要 站出来 跟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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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台湾啊 拼最后的一段 因为 这段 不只是判英文 要赢了 是 我们台湾啊 一定 要赢了 我已經九十多歲 讓日本人冠過 讓國民政府冠過 我看到 在我們台灣這個土地的人 不管是我們住民 早期的移民 還有日出台前 然後來台灣的移民 不管他們的生活 都是吃苦 真的吃辣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大家 共同一個土地 打拼喝奶 經濟才有一點好起來 才有機會 選我們自己的總統 選我們自己的生活 我們希望 大家的家村 都能夠 永遠在這個土地 人民發展下去 做一個幸福的台灣人 也做一個有希望的台灣人 做生理的人 希望生理幸福 農民 希望好收成 農產品 有消路 成為一種 做生理工 做工人 希望有賺錢 不適合 大學生 希望 不免照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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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家庭 老大人 希望 每天 有人照顧 我們還希望 有一個公正、贈福的制度 有一個公平的經濟 制度 有一個台灣文明的教育制度 我們還希望萬一我們受到災難的時候 政府可以跟我們保護 我們還希望建立一個民主自由 歡迎有人權有尊嚴的國家 現在不用煩惱 讓人同意 讓別人管 可以大聲說我是台灣人 不過在現在政府領土下 我們的希望無法度可能實現 對不對 現在政府沒有希望 對不對 但是我們相信我們有能力來改變 因為台灣是民主的國家 我們的名字 就是中國在我們的秋頭的選票 我們用我們的選票 選我們自己的希望 選我們幸福的未來 我們相信我們自己 我們要相信蔡英文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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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選我們 我們希望 我已經 年會了很多 身體 這樣就不夠好 什麼時候 我會離開 我親愛的台灣 不知道 可以 做得實際 我們要說 妳們 那些啊 就要扣定 大家 打招 啦 大家 為台灣 繼續打招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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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數非常接近 拜託大家 一定要去投票 全力 郵票 出一票 九票 支持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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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先生 我出英文 將為台灣 第一獨中東 衝助台灣 民主心的 電話 好不好 今天 選英文 要選英文 選我們的希望 選我們的幸福 相信 我們自己主義 相信 選英文 讓自己 有一個機會 讓台灣有一個機會 我 李定輝 這四人 今天 是最后的一場 大家 拜託拜託 感謝你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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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他拿下麥克風 還說台灣交給你們 金長大哥 一個809萬張的選票 包括決戰之夜 609萬張的選票 包括在那一天晚上 這個數十萬的人 一個本土世界代表 請從李登輝先站出來 未來呢 這場敗選之後 挺台灣的這股力量 未來要怎麼走 我想不會潰散 我想李登輝先生 作為一個台灣這樣的 神經百戰 在政治政壇上面 我想各黨派的人 都對他滿尊敬的 我想包括臨戰 應該對他 對他有一些感恩才對 那未來誰呢 誰去凝固 凝聚這股社會力量呢 以一個90歲高齡的人 在最天晚上做最大的疫球 我們把台灣交給你們 跟台灣交給你們 其實相對來講 今天也有很多手頭組的人 出來支持小英 然後很多人在昨天晚上 掉眼淚 不過我以一個 剛才我們神敗講的 如果政治做為一種 專業跟志業的話 你把它做一生的奉獻的話 其實這個整個一個聖書之間 都有可能在人生的歷程裡面 會經歷很多次 我剛才一直重申 我們台灣整個綠色的基本盤 有45以上的基本盤 這要拿到這6 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要反攻自行 這6我們怎麼樣辦法拿得到 我相信這個氣永遠不會散掉 有一天我們會看到勝利一天 林蔣凱老師 在這樣的挺台灣的力量怎麼走 就是潰散嗎 蔡英文能夠不再度站出來嗎 不管蔡英文要不要站出來 我認為台灣的社會的力量 不會因為這樣而潰散 因為台灣的問題還是存在 當然我們也很期待 蔡英文能夠繼續來領導這個社會力量 但是也要讓她再沉澱一下 但是我這邊更重要 馬英九他今天已經宣誓 他要每半年跟在野黨領袖做會晤 不要只是行事要當個全民總統 解決台灣人民的痛苦 來 鄭總統 李登輝90歲了 不只剛開過大刀 事實上還有一個案子 還被起訴 90歲的人 站在那邊求什麼 我一直在講求什麼 23人前 這是1月13號 23人前 他有機會接掌台灣的國家領導人地位 那時候蔣經國病逝 在那之後 其實他如果繼續選擇他是中國人的話 他現在這個坐享輕服 包括馬英九都要去跟他客頭的 可是他選擇一條路線 台灣人 他就是台灣人 從頭到尾就是台灣人 回復了這樣的一個身份之後 23年來 他一路是有他的成功 也有他顛波的地方 可是這樣的一個老人 他今天站在那裡 為什麼 為台灣人打拚 為台灣 作為一個台灣人 你必須要有你自己的國家 你必須要自己的土地 你必須要有自己的人民 你要有一個民主的制度 這個東西 一路以來 都是李登輝 跟大家一起打拚的 所以我們聽他的時候 剛聽的時候我很感動 後來我也是百感交成 我們台灣走這麼久了 為什麼還要90歲的人 站出來 放眼民進黨 這些大佬種種 有誰有他那樣的能量 沒有李登輝之後 我們怎麼往前走 我們只有我們自己 我們每個人 蓄積了這樣的一個能量 你如果認同你自己是台灣人 你認同台灣就是你 為你來子孫生根地命的地方 你不能放棄打拼 好 我們休息片刻 馬上再回來